主席 江启臣委员 对于 昨天 这个文宁院 这样的一个 执法 让整个社会 那么为之花然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我看段一康委员在提到说 这个不管是参与都庚的住户 或者昨天房子被拆除的王家 兄弟 他们家人 其实都是受害者 我看署长也 也略有点头 这个部长也是 心有气气焉 昨天我在咨询的时候 这我还以为还没有猜 我想你还记得 昨天我第一个 那么希望 这个内政部 能够基于这个主管机关的立场 看看我们的法律 还有相关的空间 能不能这个亡羊补牢 悬崖勒马 或者是刀下留人 那没想到其实我们咨询的 同时其实也已经 拆除了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事件 那不管是部长 不管您的这个过去的血氧 或者是您现在主管的这个机关 您有什么感想 就说我 就说我们 我们在推动 我们在推动 我们在讲居住正义 然后一方面我们又要推动 这个都市的更新 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化 住宅环境更好 但是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你有没有一个 有个感想 当然很多感想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就是 因为居住正义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对弱势族群的照顾 那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弱势族群的权益 因为在执法过程里面 显然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 第二个我们 其实政政部我们也蛮担心的 就说假如文医院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未来我们的都更案会更难推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定会非常负责任的 把这件事情都理得很清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东西当做教训 我们会把会把 当案这个 我相信法本身是没问题的 是执法过程里面的严谨 我们会把他真正的 把他规范的更清楚一点 法有没有问题 我们待会再讨论 是 刚刚署长提到说 他认为说可以更周延 署长您刚刚是这样说 没错吧 是的 虽然依法行政可以更周延 那我想请教部长 是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同意 你觉得可以更周延 更周延就是说 假如在他整个案子 没有定案以前 他真的把这 王先生的意见 真正的把他让他表达 允许他不参加的话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只是说当初那个动作 为什么没做 还是 问题是 问题是整个这个都更的流程 包括 这个实施者 包括提出审定 包括 后来发给建造 后来经过了这么多的工厅会 这些所有的流程都 都过去了 是 那你心 你刚刚说可以更周延 那昨天我其实也请教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那昨天 叶署长其实也 也说了 那现在 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觉得 营建署或者是内政部 有没有什么事情 其实你早一点做 或者是说 主动做 或者说 更站在说 关心弱势 刚刚部长你提的 这样的方式 那能够去做的 有没有 昨天 其实我昨天就请你们回去 回去了解了 有没有 来你先说 跟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 整件事情 我们 如果就 结果来看 我们营建署 也觉得 是有 检讨的空间 这是 我是先表达 这个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例 当做 很重要的案例 来检讨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当然 这个有几个时间点 一个民国98年 他核定以前 那在核定以前 开了那么多的审查会议 还有公厅会 说明会 公开展览 这个中间到底是 哪一个环节 让王家 没有 很完整的 去陈述他的意见 这个 这个是 我认为 在整个案子里面 这一点 是有必要 在加以厘清 那个署长 昨天我其实已经请教过 我再问你一次了 在 都更条例 第36条 所有提到 就是 主管机关 如果要代为拆除的话 如果情形 有特殊理由 或正当理由 报警 中央主管 等于主管机关核准延长六个月 并以两次为限 你刚刚提到 二月的时候有协调过一次 请问一下 36条 这样的一个主张 我们营建署 有接到 接到申请 或者说有 有提主动提出说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再 再缓 然后再协调 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这个台北市政府在 我记得三月十九号 他有正式的 答复 内政部 他认为 他的 执法过程 是 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就是 王家所提出来 那个三点意见 不管是 消防安全 或者是 他的权力 有 有没有受到保障 合定的过程 合不合法 等等 他认为 都没有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自然就不构成 三十六条里面 都没有问题 我看到这个都跟联盟 也跟您 陈勤 希望你协调 那内政部 有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办法 台北市政府决定之后 内政部都没有任何的 这个可以主张 或者说可以要求 或者可以 来协助这个 你刚刚提到的 弱势的 假设 就是说 我们在协调 那个会的过程 有检视他的 所根据的 相关的 都市更新条例的 法条 那我们检视的过程 我们认为台北市 并没有违背 都市更新条例 所以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我再请 刚刚除了 这个消防的道路 除了刚刚段宇员所提到的 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文明院 是不是有预售物 是不是 是的 所以他是不是有建筑执照 是 那建筑执照 在没有地主同意的情况下 这个可以请领到建筑执照吗 呃 他有一个规定 我跟委员报告 根据 都市更新条例 第三十四条 三十四条 因为他写得很清楚 他说 依全力变换计划 申请建筑执照 得以实施者名义为之 并免检护土地建物 及他向全力证明文件 换句话说 这一个实施者 他拿到 这个所谓都市更新 呃实施计划的核定书 还有一个 我们叫做权力变换的 一个核定书 他就可以用 权力变换的核定书 去申请建筑执照 而不必 就是不必检护 土地跟建物的 所谓的证明文件 那这都更 都更这不得了啊 所以只要有超过五分之四 他那五分之四 常常公厅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同意书 通通通通通通没有收到 通通不知道 结果他家的土地被画了以后 现在透过这一条 连 连申请建筑 最基本的土地使用权 同意书都可以不要 就可以拿到 新的建筑执照 是不是这样 委员不是这样 就是说五分之四 假设那个五分之一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他在审议和会议 或者是公厅会 他有非常明确的表达 不同的意见 他不同意 就类似另外一个 那个高炳帖那样 他有非常书面表达 这个案子是不会成的 这个案子不可能是这样通过 那关键就是说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 王先生他可能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确实是没有表达很明确的一个 表达他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哦 我认为这个事情的 这个事情的一个增结 而且会让社会大众以为 这个不管是郝龙斌也好 不管是我们主管单位也好 就是都跟财团站在一起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都还有那么多的 都还有地主 大家都知道不同意 结果 结果这个 是属于是 有点像 是 属于 是 有点像 对 我认为 是 有点像 我认为 有点像 我认为 我们先想想想看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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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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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对 我认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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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